我相信我们都是有缘人的乘坐同一艘游船去游来 希望接下来我的讲解能让大家在身外桃源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 在大家右手边啊 这一系列布置建筑便是洞族的 因为它现在水上所以称之为水箱洞寨 我们有广西四大少数民族的手工艺品 分别围绕洞苗窑 水上游船结束之后可去你们参观一下 前方五层宝塔形式建筑便是洞族的鼓楼 鼓楼是洞族人们集会议室 还有简单即平时娱乐场所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鼓楼下口出炉上的便是我们洞族的人们 前方两头建筑便是花楼 里面有身外桃源自主研发创作 和同西四大少数民族母亲所使用过的 贝尔代几神话故事